美国时间2017年2月28日 理查德尼克松基金会 中国驻洛杉矶总理事馆 在尼克松图书馆 共同举行纪念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 以及上海公报 签署45周年活动 中国驻洛杉矶总理事 刘建大使及夫人陈晓琳 理查德尼克松基金会主席 Bill Bairwood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馆长 Michael Eilstein 尼克松总统的外孙 Christopher Nico Koss 美中企业家商会会长孙文铁 出席了当天的纪念仪式 1972年2月21日 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对中国进行访问 这是美国总统历史上 第一次访问中国 正如他所言 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 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如今尼克松图书馆内 还保存着很多当年的影像资料 45年前的今天 中美双方经过了反复的挫商 终于在上海发表了上海公报 理查德尼克松基金会主席 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 而刚才我只讲上海公报 也是45年前发表的 上海公报中间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内容 就是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 那么回头现在回头看 我刚才讲的 尽管历史已经经历了45年 但上海公报确定原则 对今天指导中美关系 仍然有现实的意义 尼克松总统的外孙 理查德尼克松基金会 理事 Christopher Nico Koss 接受采访中讲道 我外公说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话 其中一句是讲中国的和平 对于世界的和平 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这对于当今仍然适用 看到如今的中美 我们有覆盖全球的共同利益 由此可见 两国合作是多么的重要 共住一个更加和平安定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所打成的共识 当然我们之间肯定会存在一些争议 面对问题 我们可以将它最小化 专注于如何解决 这样对于双方的未来更好 中美两国也会从互惠关系中受益 魅力中国现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